這個重點複習我剛剛只是說在建一個TEST的專案 這邊就要建專案的方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剛剛這個東西把它轉移到Jungle 所以重點就是 上學期的Python怎麼變成Jungle 就是在Console裡面的東西怎麼讓它 跳出來變在Web就是網站 它馬上可以變一個Server 這樣的話以後你以前寫過東西就不會白寫了 你就還可以拿來用了 以後的話手機平板或電腦 或物聯網通通都可以把它上線 我想這個大大擴充 Jungle的最重要目的就是 讓以前你寫的東西都可以拿來用 OK所以 再來的話 所以我們要學會的 再來特別重要 我想網路上幾乎沒有人特別講到這一點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有談的就是 Python歸Python Jungle歸Jungle 兩個怎麼搭在一起 你會發現 還真的很少有 有那個介紹 所以我今天特別介紹就是 兩者之間怎麼銜接的重點 其實非常簡單 我建議你就把那個SOP步驟 記下來 以後照著RUN就好 一樣畫糊糊多做幾個 你大概就熟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 建立一個什麼 Jungle的專案 記得 這個我想 還有印象嗎 我們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有RUN到 下一步 再來的話 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有這個名稱的話 這個專案名稱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Edge 不過我想 我們乾脆就是 以後的那個 邏輯部分 邏輯判斷的部分 因為我們 今天主要的 重點會把它放在 那個 就是 結構控制 這部分 轉成 那個Jungle 這個部分的說明 所以呢 也許我這個專案呢 就叫Logic 也許我這個 這個 專案都是放Logic的專案好了 所以叫Logic Project好了 OK 就是說呢 基本上我想要把 上學期 我們講過跟邏輯判斷有關 像BMI 還有印象嗎 像什麼 面積的那個 那個範例 或者是其他啦 反正跟邏輯判斷 車票啦 或者是男女 等等的 那你都可以把它放進來 那放進來流程都差不多 接下來第2個呢 底下這個不改 用Create Source 然後呢 這邊底下 這邊基本上 我們也不動好了 用預設 要不然你就改3.6 我記得好像這不要動沒關係 就是 這個地方 先新增 Jungle專案 名稱打上去 下一步 再下一步 然後呢 再來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你的 Seqlite的版本 還是用1.4以後的 因為如果你不改 好像 那個 推廣有試過 好像會有問題啦 我的習慣都一定會改 然後Finish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建了一個 Jungle 我要把剛剛的Python 剛剛這個東西 放到 我們的Jungle的話 第一個先建的 那建完這個 這個Logic的project 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 看一下嗎 我要能夠讓它run的話 第二步要做什麼 記得喔 第一步先 專案 第二步的話呢 按右鍵 再怎麼樣呢 這邊有個Jungle 因為我要讓它可以Walk的話 一定要先建一個什麼 Application 有沒有印象 有吧 我們第二步 所以標準化流程以後 你就是建專案 新增 那個一個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create 你才有辦法針對 你要做的事情 去做應用 所以Application就是你要寫程式 或者你要能夠run 一定要建Application 那當然不只 只能建一個Application 你可以建很多個啦 不過 理論上我們run就是固定在同一個Application 就可以了 然後按一個OK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步就完成了 那你會發現它在我們專案裡面會自動幫我增加一個叫做 Application MyApp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package 意思說裡面包很多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 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有Views 跟Views這個就寫程式的地方 OK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已經增加一個MyApp 所以你必須要讓這個專案知道說 它是存在的 所以第三個步驟的話還記得吧 Settings裡面要做什麼 把什麼呢 把MyApp加到清單裡面 不過理論上我是覺得 如果它 新增 應該要自己加啦 不過它因為目前還沒有這個功能 自己幫你加 所以請你記得第三個步驟是 在Settings裡面 做什麼呢 新增MyApp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MyApp OK 不過其實這邊也會出現啦 如果你沒有打錯的話 這邊 要不然你用選的也可以 然後呢 記得前後一定要單引號 前後單引號把它加一下 或者你前後單引號先打 記得呢 在後面加個豆點 表示結束 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已經又增加了一個 新的App 所以這是第三個步驟 1.新增專案 1.新增專案 2.按右鍵 Create一個App 它會出現這個 3.設定 裡面加一個 那個App 的名稱 在這裡 那第四的話呢 就要把程式怎麼樣 寫到這個專案 那程式寫在哪裡 所以第四個步驟 再來就做什麼 開啟views 把剛剛的 那個什麼呢 程式 把它轉移到views裡面就好了 OK 那views裡面呢 特別注意喔 還記得吧 views裡面呢 它的程式撰寫 一定要是用那個方選的形式 要制定函數 所以喔 我們如果要把 剛剛這個專案 寫的東西搬過來的話 第一個呢 你一定要先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 DEF 就是 define DEF還記得吧 空一個 給它一個什麼呢 名稱 那個名稱也許我們叫H好了 假設我今天呢 要能夠執行這個程式 那刮糊之後的話呢 後面打一個request request request 意思說我要從 那個 你URL那個地方 網址列那個地方 傳一些東西給我啦 好那這個地方 Enter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 之前寫過的程式 怎麼樣 把它複製 貼到views 剛剛建立的這個的下方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記得縮排一下 哪些縮排呢 就是下面這些衣服 把它縮排一下 為什麼要縮排 因為 因為我們DF是第一層嘛 底下的東西記得是第二層 好 可是問題來了 有幾個問題要解決 Input 特別注意喔 你 它不像說呢 在Eclipse裡面可以直接在下方輸入 我們要輸入的話 可是問題還要怎麼輸入呢 第一個要解決問題 第二個要解決問題 就是printer 它是printer在下方 可是我將來不是printer 我將來要丟到網頁上去啊 所以這兩個問題如果可以解決的話 也就是input跟printer把它改改改改完之後呢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請各位 先 試著run到這裡啊 所以 我們現在只有run第四個步驟 那至於後面 要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我已經先把它run出來 大概就是說 我要增加一個 views裡面有一個 有沒有 那個h 然後我後面傳遞給它一個 幾歲 它會最後把結果 這個input 就變到這裡了 input端我就 把它改在 UIL裡面 這個UIL裡面 就輸入20 然後接收到之後呢 會把結果 幫我把它怎麼拉 輸出到這邊 所以剛剛 我們那個 上學期的 部分 input 有沒有 是從那個 我們下方輸入 還記得嗎 上學期是 只是說這學期的話呢 就是把上學期 這邊run的東西 有沒有 把它改成 本來我們輸入20 Enter 它會在這邊 那這個兩個東西呢 就會變到 這邊跟這邊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OK 它以後就是 在網頁上都可以被執行就對了 那要怎麼做 我們剛剛主要是做到哪一個呢 做到那個 這步驟可能要熟 所以先鍵轉按 再到這邊 按右鍵 新 就把 跟這樣 應該是這邊 Create一個Application 然後在Settings裡面 增加一個 不能改錯 再來就是 V50裡面 把程式打上去 那V50裡面怎麼樣打上程式 把這個 再復原一下 我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其實只要改兩個地方 比較重要是兩個 一個是Input 一個是Output Input是這個地方 跟Print 要改 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 我把它貼上 剛剛程式 說牌部分 第一個你要考慮說 我今天呢 我是要從網址那邊 丟東西過來 所以Request裡面 這個Request 指的是原來的那個網址 它丟東西過來 如果你後面還會多一個東西的話 請你按 豆點 假設呢 我們剛剛不是在網址的地方呢 這邊不是有多一個嗎 如果你要再多一個的話呢 請你豆點 那名稱叫做H也可以啦 或叫A也可以 那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這個有點像是 從那個網址列上面 傳遞一個 傳遞一個 參數給我啦 OK 那我接受到之後的話呢 我就可以從這邊呢 去把這個東西 接過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網址那邊 丟一個東西給我 那我接到之後的話 我就再傳給 前面 一樣喔 丟過來東西 一樣是一個字串 那我一樣 透過INT 轉型成整數 再來做判斷 好 那所以 接收的部分的話 就改成這兩個地方 那輸出的話呢 本來是print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也許我先丟給一個 變數吧 那當然這邊把printer改成什麼 printer改成S好了 S等於未成年 也就是說我先取得 那個 它到底是哪一種年齡接 哪一個年 那個那個 最後後面這個字串 先丟給這個S 所以每個地方都要改 那每個地方都要改的話 我的習慣是 Ctrl加F啦 CtrlF就是取代嘛 因為都一樣嘛 把它改成S等於 前面這個把它改成這個 然後全部 repress all 全部取代一下 然後後面會多 後掛糊再把它刪掉 也就是說呢 它會先 把這些判斷完之後 那最後呢 要怎麼樣 把它 丟到網頁上面顯示 還記得吧 前面有講過 叫return 有沒有 return什麼呢 一個 網頁上面 的丟的訊息 所以我會需要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叫http Respon 所以打一個http 當一個r就可以了 r這個時候會跳出這個東西 叫什麼呢 叫jungle裡面的http Respon 它是 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是建議你自己打前面這一段 然後下面用選的 為什麼呢 選的好處是 它會自己幫你把這個東西 上面好像還要再打一行 還有印象 那如果你用選的 它會自己帶出來 試一試給各位看喔 你打一個 httpr Respon 它有個request是接收 Respon是丟東西出去 那你把它點兩下之後 請各位觀察在上面部分 有沒有 它會自己幫你把這一行打出來 有沒有 因為我有引用到 Jungle的這個東西 它會自己幫我把它 帶過來 這個好處是 程式就比較不容易打錯 好 那Respon什麼東西呢 刮鬍 把S 放進去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 把結果做出來之後 返還一個結果到網頁裡面 並且把這個訊息 放進去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 懂那個道理啦 這個 前面我記得我們有 寫過了 有沒有 只是說可能大家應該 忘了蠻多的 而且之前可能 分了很多次 今天是連貫喔 所以今天是整個串在一起 所以呢 V50已經寫好了 V50就寫程式的地方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寫什麼 那你這個部分寫完之後 還不能run喔 因為呢 它只是一個 制定的一個方式 制定函數在這邊 那你要引用的話 記得要在哪邊引用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再開啟什麼呢 UIL UIL裡面的話 記得你要增加什麼東西 增加一行程式 這個我先把它砍掉好了 把它恢復 如果你把UIL UIL實際上就是那個網址列上面的那個訊息設定 那我只需要做 1 先把那個 我需要將來呢 在網址上面 多增加一個叫 Edge的東西 然後後面幫我能夠傳遞 他的年齡的話 這個有印象嗎 只是說你可能熟不熟的問題 所以呢 接下來我可以拿這一行來複製 複製下來 改一下 改哪個地方 1 把Admin 改什麼 改Edge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的 這個是前面的網址 這個是後面 要加什麼 加一個斜線Edge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 去 觸發 後面斗點後面是觸發哪一支 程式 那那個程式的話呢 我剛剛是寫了一個Edge 所以你打一個 A G 1 你會發現呢 這個Edge 剛剛寫的在Views裡面的 那一支程式 那就會出現了 那我是強烈建議你用打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打完之後 這邊會出現 它是在 MyApp裡面的Views 所以就是在這裡面 那特別注意喔 打完之後我建議 你可以 點它兩下 這個也前面好像講過了 它會怎麼樣呢 請注意看一下上面 它會幫你引用進來 這一行 也會自己打 那這個自己打的好處是 程式 就比較 比較不容易出錯了 OK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好那最後把它儲存一下 但是特別注意喔 我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假設我現在執行這個 因為我這邊20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呢 它會出現說 你少給我一個 什麼東西呢 20這個東西 因為 我們除了說 給一個網址 那你現在 如果不打20 Enter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說 你好像少給我一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我們在views 本來 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加了 那你加了 可是問題你要給我啊 那所以我要怎麼給它 從UIL 後面呢 請你加一個什麼 還記得吧 一個小瓜糊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要 給它一些資料的話 就是 斜線 W 加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有沒有 就是說我要傳一個東西給它 那傳一個東西給它呢 比如說我丟一個20好了 它就會 丟一個20 它接收到之後 就轉給誰 轉給views views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 多增加一個Edge 所以它接收到之後 再丟給 它20的字串 丟給前面 幫你轉成數字 再判斷 最後把 這個的結果 丟出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後面這邊的話 還要再多這個東西喔 然後呢 把它save一下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來的話 就是如果執行無誤的話 那恭喜你 你就 順利的已經把 我們第一個 那個 Python的 程式 轉換成Jungle了 OK 這個是第一步喔 如果你這一步都 跨不出去的話 那問題就很大了 再來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後面一樣 就是直接再把這個專案 按右鍵 runs 其實從這邊run會比較快 runs Jungle 讓它可以run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你的server就啟動起來了 這個我想前面也講過了 我們就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127.0.0 然後直接貼到這個網址列上方 然後並且加一個H H指的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名稱 UL不是有名稱 斜線後面再加一個20 加一個 隨便 60好了 那它就會 從那個斜線W加 抓到 再丟給那個views裡面 豆點H 豆點S 接收到之後的話 跑出一個判斷 Enter看看 結果OK 好 它就是60 有沒有 它就是壯年 它就進來之後 它就接收到 UIL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後的話 它就會從這邊接收到60 丟過來之後給它 它就60 60到這邊 它就找到這個 它在31到65之前 所以它就會得到一個壯年 丟給S 然後它return 返還一個結果到網頁上 它可以透過這個物件 丟一些東西 到什麼 到 就完成整個流程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我想是 如何把那個 Python 裡面寫的程式 轉成Djungle 最簡單的流程 細節部分 我想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 我有把 剛剛的畫面 重點拍照了 所以 你們可以看一下 雲端 白板上面 反正就照著做 這個是完成的 1 2 3 4 我剛剛的程式 關鍵在這裡 我是建議你這個用打的 它會自己帶出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就不用自己打了 然後再來 這個Edge 也自己打 它會自己帶出 上面這個東西 最好是自己帶 自己要打 我發現有些同學自己打 反正打錯了 OK 那這裡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步 所以 以後的話 最好是建立一個固定的SOP 反正就 就 Python 這個專案要轉成Jungle專案 大概就五個步驟 五個步驟 你把它記熟 以後 你只要寫完的東西 都可以 感谢观看